人在家中做 钱从天上来 你还会选择工作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Coco 那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 很多的澳洲人都实现了连做梦都不敢想的这么一个事情 人在家中做 钱从天上来 那我们知道因为去年的疫情的一个情况 澳洲的政府给很多符合要求的失业者 颁发了这个job keeper的这样子的一个福利 每个符合要求的失业者可以获得每个月高达3200刀的一个补助 那说实话 我在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真的是短暂的羡慕了一把 你想 你在家里躺着 对吧 钱就会自动的打到你的银行账户上面 那这样子的事情是多少打工人的梦想呢 那很多人说 那这个job keeper不是在今年的三月份就已经结束了吗 那按理来说 这些澳洲人是不是应该已经回去工作了呢 那我们知道澳洲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 即使没有了job keeper 还有job seeker这样子的福利 虽然job seeker给符合要求的失业者呢 是差不多1400刀的一个补助金 不及啊 刚刚说的job keeper 3200多刀 但是呢 对于习惯了在澳洲 澳洲人啊 在家里躺着就能收补助金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他们还会愿意继续出来工作吗 那我身边呢 就有不少啊 是中小生意或者中小企业的这个生意主 或者是公司的hr 负责招聘的人员 那他们呢 最近呢 也是不少抱怨啊 从去年开始这个招人啊 是越来越难了 很多职位的小时薪资啊 原来是差不多在20刀出头 现在呢 长到了26 27 甚至是30刀都招不到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很多人啊 会可能会经常去应聘这些职位 但是呢 通常啊 他们可能上个一两周就会找各种理由 说啊 我来不了了 那其实这些人呢 只是为了满足政府啊 对于job seeker领取这个福利金的一个要求 只要你能够证明你正在不停的找工作 只是呢 暂时没有办法找到合适或者说满意的工作 那么你就有可能有资格去领取这个福利金 但是啊 如果你一旦找到了合适并且稳定的工作的话 那么你就不再能够有资格去领取这1400多刀的福利金了 所以从去年开始呢 很多的澳洲人啊 在这个就业市场呢 我们看到非常奇幻的一个现象 很多澳洲人啊 因为在家里躺着也不愿意再出来工作了 那尽管呢 现在2021年啊 政府也好 央行也好 包括很多的经济学家都在一再强调 目前的就业市场呢 是属于比较健康的一个情况 也基本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 那经济呢 也是逐渐向好 但是呢 很多的企业主和雇主啊 正在面临越来越高的用人成本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在澳洲来说啊 愿意出来工作 和有能力出来工作的澳洲人呢 都已经充分就业了 而留下的那些呢 依然是坐在家里 只想要等福利金的这么一批人 那虽然我们说啊 现在这个就业问题正在改善 经济呢 也在逐步复苏 但是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啊 有比我们更需要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通胀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啊 如果这个经济过热 通胀过高的话 那对于央行来说啊 它就有可能会比市场预期更早的 去收紧放水的钱袋子 进而呢 提高利益率 那就有可能会导致房市和股市回调 等一系列的一个情况 而通胀和目前后疫情时代的就业情况呢 就有这样子的一层关系 如果啊 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的时间越长 那么对于用人单位来说 它需要面临支付的这个工资就会越高 那如果说人力成本越高 反过来啊 又会使物价上涨 从而呢 有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 那理论上来说啊 只要工资不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 那么更高的价格本身 反而是抑制通胀 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因为如果说收入不变的情况下 更高的物价反而会抑制消费需求 从而压抑通胀 那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如果央行选择牺牲就业 来抑制通胀 防止房市和股市有一个大幅的回调 你能够接受吗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